現在我們就要來挑戰一下 怎麼樣讓光明的數值 用判斷光明的數值去點亮你的LED燈 本來是不是這樣偵測就顯示出來對不對 我現在呢還要做判斷 那判斷的部分其實就是 我們一般寫程式都會用的 叫做什麼邏輯判斷 有沒有一個邏輯 基本功能 基本功能點下去 有沒有如果怎樣就怎樣 寫程式一定有這個嘛 然後呢如果後面有什麼條件 就在第二個 這樣看懂了齁 所以我們先把它丟出來 所以知道為什麼現在 寫程式 現在國小開始 他們一直在強調STEM啊 運算思維啊 就是程式也是其中一個嘛 因為寫程式現在變成是 國小就要做的事情 他要先接觸了 所以各位知道以後小朋友都比你們厲害嘛 哈哈 好那如果怎樣就怎樣 萬一否則咧 就點齒輪 有沒有一個否則 不要丟下面齁 人家是丟這裡齁 了解嗎 丟到這邊來 如果不要就丟回來 就這樣 如果你有三個條件 就否則如果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先不用那麼多 用完了 站一下齒輪 那麼我要什麼條件 用第二個 第二個 如果這個光明素質 來順便問一下 請問積木可以複製 可以啊當然可以複製啊 按右鍵 有沒有複製 當然你控制加C 控制加V也可以 好所以如果我偵測到光明素質 比如說小於多少 因為比較暗就小嘛 對不對 小於多少 但是因為這邊我們要轉換 所以是不是0到1之間 0到1之間 那這個後面 它是一個數字 那用積木 這個就相對麻煩 因為數字跟文字 對它講 一定要辨識清楚 所以既然是數字 就找數學式 文字就找文字 這樣了解 所以你看 數學式上面有沒有數值 好丟出來 比如說我這邊0.4好了 0.4我就把燈打開 好我們就來這裡 把LED燈在這裡 原件模組裡面 就把它設為暗 那相對的 Ctrl加C Ctrl加V 如果否則 否則就代表 它是大於等於0.4 那就這樣 所以 好了 我們就準備 一起來看一下這裡 這樣 當我按下去 現在3 沒有 33 應該有啊 我有弄錯嗎 我看一下 如果 小於 0.4 哪一個 對對對 忘記了 太好了 你看我也不小心忘記 因為我沒有LE的硬體有沒有 沒有硬體 我叫它ON也沒有用 了解嗎 你只有軟體 所以我們在這邊 所以我們是要兩個 對不對 有這個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硬體我都會在前面先做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不小心 像我們這個情形 來我們再Play一次 有沒有亮了 那拿來這邊 呃 糟糕 翻過來 就 不亮了嘛 翻過去 就亮了嘛 原來我這支也有手機的功能 呵呵呵 它有陀螺儀 呵呵 這樣了解了 反正光度的變化 對不對 OK啦 那你就會啦 給你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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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